以色列家一切余生的要听我言 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就蒙我怀差 直到你们连老我人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我人怀差 我已照做 也必宝宝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然后诗篇二十七篇十节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这个经文所说的是很大的恩典 这句话是对雅各家以色列人说的 但因为新的圣经里面说 信仓耶稣的都是亚伯拉汉的后裔 所以也是对我们说的 信耶稣的人都是亚伯拉汉的后裔 这里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 我们生下来他就抱着我们 所以我这里有两个图片 一个是抱着小孩子 一个是抱着老人家 就蒙我宝宝 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差 也是这个也是怀抱的意思 直到你们连老 到你们连老的时候 我圆这样 直到你们发白 已经连老了 我圆怀差 我已照做 照做去创造 我已经创造了 也必抱抱 我必定拥抱你们的 我必怀抱 也必拯救 这里当然是用一种 代表性的字眼 就是说我没有感受到神现在宝宝我 这个是讲到神的同在 神的陪伴 神祝福我们 这几方面的祝福 这是同在 神与我同在 神陪伴我 神加力量给我 神帮助我 安慰我 各方面的恩典都有的 所以我有一首歌 你们曾经听过的 就是根据这个经文所说的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到耶稣 怀抱你 哈利路亚 飞呀飞 飞呀飞 飞到耶稣 怀抱你 哈哈哈哈 飞到耶稣怀抱你 因为他在拥抱我们 所以飞到耶稣怀抱你 没有问题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这里给我们很大的安慰 这个恩典啊 这个恩典很大的安慰 神不是远远的神 很多人以为神就是审判官 这个我就是想这个相反 相反很多时候就会 让人更看到这个恩典的伟大 相反是什么呢 这是神好像审判官 都是批评 论断 都是定罪 都是拒绝 但这里说就是拥抱我们 而且从小到老 他都拥抱我们 有些人以为壮年的时候 我很强壮 但其实我们医生人都有 我们真的不能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不能解决的 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有病 我们不能解决的 有困难 被人伤害 我们不能解决的 唯有神能够安慰我们 抑制我们 我们首先这里 让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需要抑制 需要抑制 因为需要安慰 因为我们 无论是男的女的 被人骂 被人伤害 都会里面有伤害 很论为什么 有些人好像没有感觉的 你发觉有些人 他们 好像没有感情的 没有感受的 好像 什么事情发生 不会开心 不会安慰 没有什么表情的 表德 因为他们 太多伤害了 他们 控制他们的感情 他们的感情 好像消失了 通常你会发觉 年纪比较大的 越大 就好像没有表情 这样 不懂得笑 好像 这个面已经变得很硬了 很硬了 不能笑了 但如果我们 有神的同在 常常被爱 我就是的时候 出外面吃饭 我留意孩子 我喜欢看孩子的 因为孩子很多动作 很多表情 很多回应 我看到有些孩子 在吃饭的时候 都走来走去 有些人坐在父母的 大腿上 有些人抱着父母 跟其他孩子玩 从这个表德 我知道这个孩子 在家中是很自由的 很开心的 不代表那些坐着 不动的孩子 必定是不开心 不一定的 有些时候是 他们的表德方式 但我会看到有些孩子 是很自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自由的 他们是轻松的 他们是被爱的 常常被人拥抱 开心的话 就会 他们的感情会更自由 其实 另外一方面 跟这个有关的 耶稣的意志 会带来感情的自由奔放 至于我们的表情 我们的感情会更自由 从哪里可以看到 基督应该有感情呢 有感情流露了 我们首先看到 神是有感情流露的 祂因我欢心喜乐 莫然爱我 且因我喜乐而欢呼 所以祂是开心的 祂会欢呼 你留意我说话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 表达的声音的 祂会欢呼 很开心见到你 神是这么自由的 圣经里面的人 也是这样回应 大会说 有人跟我说 我们要去耶稣 我就欢喜了 这么兴奋 祂在约会面前就跳舞 很自由的跳舞 这个就是 自由奔放 很自由 很轻松 就是 被神依据 你们就开心了 其实耶稣曾经说的 我怎样形容这个世代 人向你吹笛 你们不喜笑 人向你垂胸 你们不 举爱 向你举爱 你们不垂胸 就是说 没有反应 我们看到神会怀抱 我们会依据我们 我们就反应 神啊 你这么美好 我感谢你 你这么开心见到我 我也开心 你整天都开心的话 你 年纪老了 还是会笑 还是会开心 还是会说一些令人开心的环绍 开环绍的时候 应该是令人开心的 不是不开心的 有些人是开环绍去取笑别人 不是这种 是令人听得很开心的 我见到你笑 我就开心了 我就笑了 我看到你笑 你笑得很美丽 我就开心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言语就影响别人了 也许 能够我们的 其实人的感情 更能影响人的 你发觉孩子的自然反应 更影响他们的家人了 是不是 孩子更能够改变人的 但没有反应 如果有人向你传福音 你要信耶稣 如果有人对你传福音 你要信耶稣 你必定要信耶稣 才能够去建堂 否则去地狱 这表情 你说 你传福音都没有喜乐 但你告诉他 信耶稣很开心的 很开心的 真的 你整个生命蒙福了 你的忧伤都可以得意志 伤心可以得意志 你失眠可以得意志 神会安慰你 祝福你的 他看到你开心 有些人也会羡慕 说我也想有这个喜乐 因为喜乐从哪里来呢 被爱 所以这个经文讲到 神的很实际的爱 很实际的爱 可能有些人说 我怎么会想到这些东西呢 这个太 好像看经文看不到 我们可以这样想 想法 不被父母怀抱的孩子 会怎么样 没有怀抱 没有拥抱的人 会怎么样 语言没有身体的接触 会怎么样 然后就想到 他们的孤单 他们的伤心 不开心的地方 但 有这种被爱的关系的时候 他们会是怎么样 然后神的爱 可以带给我们什么 这个就是 正面反面的思想的 反面 相反是什么 用抱的相反是什么 没有用抱的人 生命是怎么样 有些人曾经做这个实验 他们看这个动物 有这个猴子 猴子 他们小的时候 发觉如果有母亲 用抱他们 这个猴子 猴子 长大之后 也会拥抱 他的儿女 这个猴子就更健康 但如果没有拥抱的话 这个猴子是比较孤独的 离群的 不开心的 动物也会这样 人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留意有些孤儿院 孤儿院的儿女 如果这个孤儿院是不好的 这些孩子都是没有拥抱 没有接触的话 你看到他们 他们的感情是封闭的 我曾经探访 一间孤儿院 我发觉这些孩子都不说话 不开心 都是封闭的 感情就是封闭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 这个拥抱对我们重要性 就是神表得与我们的关系 不但去拯救我们 不但去教导我们 不但去加力量给我们 使用我们的生命 他也是安慰 陪伴 抑制 感动我们的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 圣灵的感动 这个也是拥抱的 一种方式 是不是 你们就将这个 意识扩张 这是拥抱 也包括 他安慰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 心里面 有平安 有被爱 有安全感 这个人就有 在神里面 但当他信耶稣的时候 也会更被神 更相信神的爱 有些很少爱的话 也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神的爱 但不一定的 有些人不是这样 其实我的家庭是 很多问题的 因为有离婚 赌博 吵架 骂 打 这个情况长大的 当我信耶稣来到 教堂 我看到教堂里面 这么美好的关系 我非常的喜欢 我就分辨到 有不好的人际关系 也有好的人际关系 我就放下 这个世界上的人的影响 我就说 他们都是被伤害的 也会伤害人的 所以我 我不被他们影响 我接受他们去这个情况 我就看到在神的家中的这个情况 我就很 很喜欢 很喜欢 然后我在不同的教会 成长的时候 我都看到 基督徒正常去会爱人 关系人 我在这个过程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被爱 所以我就 也 懂得 看重这个爱 这个重要性 对我很大的 帮助 很大的 感动 也 让我有安全感 我知道 我是被神爱的 也是被人爱的 我爱人 我也发觉被人爱 不是每一个我 爱人都爱我 不一定的 但的确有些人是对我好的 很好的 我 我谢谢 你们对我好的地方 我都感激的 这个就让我里面有安全感 这个我就说出被怀抱的后果 这个恩典有后果的 被怀抱的后果是有安全感 知道自己是重要的 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虽然圣经 这个经文没有说 但 我们会知道有这个后果的 因为被怀抱 必定有安全感 必定会有健康的自我形象 觉得自己是重要的 生命可以发挥的 这个就带来这些福气 这个恩典 这个各方面的恩典 不但去单独这个词 我鼓励你们就去找这些 每一个意念 每一个恩典 都带来更多的果哨 更多的帮助 例如能力 神给我们能力 可以带来什么果哨呢 不惧怕 不怕人 虽然我看中人 但我不怕人 不怕前世 不怕人的逼迫 有动力 我是重要的 因为我有神的能力 这个就是能力 可以发挥出来的后果 这个就是发挥恩典 发挥恩典 就是说 让人看到这个恩典的伟大 对我们整个生命的祝福 我告诉你 很多时候 我讲这些话 都是我讲的时候 突然就出现了 这个意念就出现 因为在神的同在之中 讲到 我感谢神了 神就一边就带领我了 这个宝宝 还是到我们年老的时候 你看这个老人家 你看这个两个图片 这个孩子被抱的时候 的安全感 这个老人家 被耶稣拥抱的开心 有一次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故事帮助人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 去玩 我们有这个摩天轮 你们是不是叫摩天轮 摩天轮 我们同一个摩天轮里面 有我的太太 有另外一个夫妻 还有她两个孩子 一个大的 一个小的 小的也不是太小 就是大的可能是十岁左右 小的可能是六岁左右 好了 这个爸爸总是拥抱这个小的孩子 这个大的孩子就对爸爸说 你抱抱我了 但这个爸爸完全没有回应 我的心真的觉得伤心 这么发抱 为什么这样呢 虽然他是大了 你还是可以拥抱他 他要求你拥抱他 为什么不拥抱他了 他总是拥抱这个小的 这个 这种 我觉得是一种拒绝 一种拒绝 就是 好像你大了 你就 你就自己 管你自己了 我再没有 这个关怀 这个爱了 我觉得 这个是因为他们不明白 明白这个接纳 接纳和这个拒绝 他们不知道 他不知道拒绝的后果 我在旁边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 因为爸爸总是拥抱这个小的 我就对这个大的女孩说 你为什么不拥抱你的妈妈了 因为你妈妈现在没有人拥抱 然后他的爸爸就说 他们两个都不要妈妈拥抱 只要我拥抱 这个也可能说出一个事情 就是妈妈的关系 好像很疏远 爸爸他们喜欢拥抱 但这个 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不太好 但我们感谢神 无论是谁 年轻的 年老的 孩子 神也拥抱 神也接纳 这个接纳就带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 所以我们讲这个恩典的时候 不断去讲到这个道理 而是让人感受到这种爱 我想问你 我想问你 你小的小 我们的姐妹很多时候 外人祷告都拥抱他们 这个非常好啊 地上有些不习惯 但也可以 看看他们 是不是接受 可以拥抱的 可以拥抱 地上 地上拥抱 地上 给他们一些安慰 这个就看他们 接不接受 有些人不接受的 很硬的 你不用拥抱 你不用拥抱他 他拥抱 他不行 他不行 我们在地上 可以享受 可以享受人的 享受生命 享受神 也可以享受神 创造的人 享受教会生活 享受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种发挥 是不是 神拥抱我们 是不是 我们也应该拥抱人 让人有安全感 哈利路亚 谢谢天父 哈利路亚 好了 这个警告和提醒 很多人与神的关系 就是神是审判官 神是教室 神是命令我的 吩咐我要做什么 所以神就是很远 而且很严厉的 没有爱的 所以他们的生命 也没有爱 有些人以为 属灵就是没有爱 属灵就是没有爱 属灵最重要是爱 诫灵的总纲就是爱 为什么属灵就没有爱 这个是非常的奇怪的 想法 但的确很多人就是 好像家庭没有爱 所以他们将他们文化 从家庭带来 从他们这个世界 没有爱 没有关怀 带到教会里面 但我们要跟从神的方法 神是怀抱我们的神 这个就是一种提醒 好了 如何 我们需要处理垃圾了 什么垃圾的 我们有些人 对神的感觉是 神是太严厉的 要求太高了 神是很远的 神不会亲近我的 神不会拥抱我 神不会接受我的 因为我太软弱了 所以神不喜悦我的 这种心态 我们需要处理 也帮助人处理 我们有些时候为人感邪灵 有些人感邪灵时候 我们不但去感邪灵的 我们会建立他与神的关系 神很看重你的 爱你的 拥抱你的 他不但去拯救你的灵魂 他也看重你 你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就用神的恩典 鼓励他 帮助他 享受神 也相信神是大能的 他能够胜过魔鬼 神必定保护你的 所以你信靠神 也处理生命所有的垃圾 你奉耶稣 你感邪灵 邪灵就会离开了 不需要怕邪灵的 所以我为人感邪灵 第一步 是让他知道神的美善 神的爱 神的怜悯 神看重你 神保护你 神胜过魔鬼的 这个 需要处理垃圾 很多人有邪灵 为什么呢 他们是孤独的 不开心的 烦恼的 负面的 对神有埋怨的 觉得神对他不好的 都是这些负面的想法 影响他们与神的关系 那你们想一想 我们讲这个 如何清理垃圾的时候 都可以请他们想一想 讲到里面 有些手可以停一停的 请你们反思一下 里面有没有一种 觉得神很远 神没有帮助你 神没有关心你 没有爱你 好像神太远了 神没有爱心 的确有些人是埋怨神的 为什么神没有依据我 就是神不爱我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但其实有病不代表 神不爱我们 圣经也记载 保罗初次传福音去 加拉太是因为他有病 圣灵充满他 医疾很多 但他自己也有病 提摩太 女次患病 会稍微用点酒 这次也是 有 他也是有 有病 所以有病 不代表神不爱我们 我们就相信 性处理这些垃圾 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需要处理 不要被影响 因为神的确是爱我们的 属上神的恩典 就感谢神 处理这些垃圾 然后 亲近神的时候 感受神的怀抱 亲近神的时候 你会感受 好像一种力量围绕着你 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们现在闭上眼镜 有没有一种感受 一种平安束缚的感受 围绕着你 拥抱你 这是神的灵 回报我们 围绕我们 在我们周围 拥抱我们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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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啊 你留意一下 有没有一种力量 或者是 你感受一种 同在围绕着你 还 怀抱我们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声明 阿们 是不是可以感受啊 可以感受神的怀抱 你说谢谢你 耶稣 谢谢你 我们是有福音 神真的怀抱我们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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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爱上 爱上 我 我 我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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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们都是 这种状态 这个经文很清楚 告诉我们 神去常常爱 我 回报我们 为什么 我们还是好像 孤儿 这个就是请 人反思 这个也是 讲到了小一方面 不断去不停地讲 人人反思一下 为什么 不能开心呢 为什么 总是 想着这些困难 这些不好的东西 不能享受生命 就不能 不能享受神 也不能享受生命 也不能享受婚姻 很多关心 婚姻什么呢 关心 碗有没有洗好啊 衣服有没有放好啊 这些东西 是不是最重要 还是对方的开心 对方是不是 看到你就开心的 我告诉你 我的太太 见到我都是开心 我见到她 也是开心的 她每一次 都必定来接我 然后呢 看到我都是很开心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 享受神 也享受生命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 爱自己 好像基督爱教会 神的天国就是这样 这是天国的原则 是爱 是喜乐的 不是忧愁的 不是烦恼的 是享受生命的 不是 但是享受钱 还是享受神的同在 也可以享受钱的 因为钱都是 神赐给我们的 享受食物 可以的 每样东西都享受 哈哈哈哈 好了 然后这个 如何刚才说的 除掉这些垃圾 然后借借神的手 留意神的同在 然后主动地 回应神 神这么美好 我回应你 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但我们越感谢神 越有 喜乐的灵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越喜乐 越回应 就越喜乐 你就平安轻松 我告诉你 如果我很紧张 我就不会领受到 神在这个 我讲到的时候 神给我的带领 我告诉你 刚才我有些意念 以前也没有讲过的 都是神当时马上给我的 这是因为我轻松 因为我知道神负责一切 所以我是轻松讲到的 很轻松 越轻松 神的意念就马上来到 哈利路亚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 合乎真理的 拥抱 接受神的拥抱 耶稣接受神的爱 耶稣接受神的怀抱 也建立语言这种 神就拥抱我们 是不是我们应该拥抱人 爱人 关心人令人觉得被爱 被关心 有些人是这样的 对孩子 你要怪 你要听话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都是你要 你要 你要 你表达出来是爱 还是你要 你要 我们就反思了 就是说 神这么美好 我就充满爱 充满怜悯 开心 快乐 享受生命 哈利路亚 这个挑战 可不可以开始 现在就享受一下 神与我同在 让我们有爱 去祝福人 也可以享受生命 享受圣明 享受神的生命 是神喜悦的 哈利路亚 然后这个 17篇 17节 讲到 这是 父母离弃我 也好 也受留我 这是神 必定与我同在 必定陪伴我 必定安慰我 我们就挑战 大家都来到神面前 说神 以前可能我与你的关系 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我看到这么美善 我就开始建立与神的感情 而且欣赏神 喜欢神 享受神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生命就 很满足了 是不是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祷告 噢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哈利路亚 咱们耶稣 耶稣啊 祢在拥抱我们 祢永远地爱我们 祢永远地怀抱我们 祢永远地陪伴我们 向我们力量 赐给我们安全感 赐给我们安慰 依据我们的心灵 陪伴我们 带领我们 我们有神正好啊 我们有神万世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有神正好啊 噢耶稣 耶稣啊 我们要享受你的爱 福音你的爱 你这样爱我们 我们也很喜欢你 我很感激你 很喜欢 常常留下你的同在 享受你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有没有开心一点啊 哈利路亚 有没有开心一点啊 哈利路亚 是不是可以享受神啊 可不可以享受生命啊 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发觉很多婚姻是没有享受的 很多婚姻就是做工洗碗 洗衣服 赚钱照顾孩子 都是做工做工做工 没有什么享受的 我希望你们能够享受放在你的婚姻里面 感谢天父 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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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